好歡迎歡迎理財生活通在我們今天這個單元當中呢 跟大家來聊聊圖尼西亞 哎呦怎麼就到了圖尼西亞 有人就出了這一本書啊 好啦我再打書我們已經貼在粉絲團上面了 謝謝 謝謝雲芬姐 好趕快換一下我們台灣非常少數 而且專於這種西北非的資深導遊 我這樣介紹 徐楓瑤 楓瑤好 嗨中廣的朋友雲芬姐 下午好 好這個楓瑤帶了很多的照片來 其實我看了以後就迷死了 是啊是啊 真的迷死了 就是 圖尼西亞真的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是他是在北非的中間 OK他是北非最小的國家 但實際上他的顏色很多元 他有藍色的地中海 黃色的沙哈拉 綠色的亞特拉斯山 還有白色的這個所謂的吉利特的岩湖 所以實際上光顏色上來說 他的區別點其實就蠻大的 那再來就文化上來說的話 羅馬人在這邊殖民過 所以各位我們的非洲叫Africa 實際上為什麼叫Africa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因為征服的人叫做CBO Afrikanus 所以這個將軍我們叫做大西比奧將軍 所以羅馬人就把這一塊新征服的土地叫做Africa 哇好厲害啊 不要不要 好崇拜啊 這是我們領隊應該做的啦 對 你在當領隊的時候 請問一下 通常都是領隊一直講啊 台下的人一直睡啊 請問你的心情怎樣呢 實際上就是 因為我們以前也上過課 對我們也是一直睡 我們抱著贖罪的心 哈哈哈哈哈哈 對就我們以前這樣對老師的 對就這樣子 沒有沒有 其實我聽過你啦 是 我很早前就聽過你啊 聽說你帶隊的時候 每個人都瘋狂的聽 而且聽到都流口水 不是睡著的 是真心想聽 我們其實後來我們會 因為我們以前吼 在我們在帶這條線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 很冷門吧 對我們要有一些背景知識 所以譬如說我們常常 我們一定得修的是那個 伊斯蘭思想史 對就是很多思想的東西出現 但我們實際上內心都知道 那叫伊斯蘭真想史 都聽不懂啊 伊斯蘭真想史 對對對 這個背景的學科 我們大概可以理解啦 那所以我們在帶團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知道 就是那個拿捏啦 就是該講笑話的時候 還是得講啊 但是譬如說 我很習慣就是在 進入到那個景點之前 會大概把這個的重點 把他簡單的先報告一下下 那實際上等客人到點的時候 他會比較清楚知道說 我這個到底在看什麼 我那個到底在看什麼 這其實很重要的 你第一次去的時候 感覺是什麼呢 是真的就愛上了嗎 實際上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討厭死他了 講實話啦 講實話啦 你要講實話 真的啊 我就要在雲芬姐 那個電台上才會講實話 我第一次去討厭死他了 怎麼會討厭死啊 飛很久 飛很久是一回事 實際上是東西太多了 對你看他一下又羅馬 一下又伊斯蘭 一下又加太基 一下又阿拉伯 所以每個東西他都有啊 所以你必須得 就這邊也得讀 那邊也得讀 所以實際上痛苦 是痛苦在你肯資料 就對於專業導遊來講 是很辛苦的 是 那我們曾經也帶過我們的徒弟嘛 我們徒弟最近也在連署上PO文嘛 他就說 我們現在終於有一本書了 之前他覺得自己是念英文系 因為全部都是英文書 他也快瘋了啊 對所以實際上第一次去真的挑戰是很高的 對那後來慢慢的就是有一些貴人 比如說像政大的老師也幫忙 對他就是丟給你一本書叫做那個 伊斯蘭在北非啊 或羅馬在北非 然後那個瞬間其實也是覺得 這是解救嘛 就是覺得那好像是更痛苦的來源 但真的按著老師的步調 念完書喔 真的就豁然開朗了 欸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台灣到底有誰去這個土尼西亞 就大概的你的那個這個團員 他們的樣貌是什麼啊 實際上大概都是一些40歲左右的 那歐美大概都跑遍的人 那他才會想去土尼西亞玩 那去土尼西亞的人實際上他們很喜歡 土尼西亞的點就是這國家是北非最小的 所以他整個拉車距離很短的 那他的快速變化的那種地理樣貌 實際上是很吸引這一些 大概40到50歲的人的 尤其是女性喔 尤其是女性 是我的團上大概八成是女性 兩成是男性 那個兩成還是因為老婆在團上 所以得帶老公走 那是因為導遊帥嗎 不是 是因為台灣的男性請加油 好好玩好不好 你們都不玩 你們到底在幹嘛啊 所以是怎樣 玩到沒地方玩 就會去玩土尼西亞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差不多 因為實際上土尼西亞的那個人文是 就是說人是友善的 實際上跟你去埃及不一樣 像玉芬姐去過埃及 一定知道那個就是愛錢嘛 做什麼事情他都是要錢嘛 對那但是在土尼西亞不會喔 可是我跟你講你很難說服 因為我都不喜歡去怪怪的地方 喔真的嗎 對我喜歡去魚花的地方 沒關係啦 我也有魚花的地方 土尼西亞有魚花的地方 實際上要看你怎麼玩 對 對所以像那個土尼西亞的那個首都的那個 土尼斯老城裡面 他當然也會有魚花的地方啊 對那因為他畢竟也被法國人殖民過 所以他大概是70年的殖民時代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那種40年代50年代 那種Arteco的古典新古典式建築 對所以他要魚花也有啦 但是相較於台灣還是純樸一點啦 喔所以女性會很喜歡去 然後玩過歐美玩過很多地方 沒地方去的人也會考慮去土尼西亞 聽說你還帶過蜜月團啊 有有有有有 大概去蜜月圖蜜月 我一剛開始帶到蜜月團的時候 我會覺得你們夫妻有問題嗎 你們夫妻確定不是想要離什麼的嗎 沒有我們是蜜月 喔好 對那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撒哈拉沙漠 我那對夫妻玩瘋了 對玩瘋的地方是說 我們就玩剪刀石頭布 啊輸的就是要用沙子把它埋起來 你知道那個老公埋老婆埋得多開心 也不是個新婚嗎 是啊 所以你就覺得那個旅行那個沙漠 讓他們就是沒有那個框架在了 就是盡情享受在那個當下 怎麼玩就怎麼玩 所以撒哈拉沙漠也是一個很迷人的地方 哇 所以撒哈拉沙漠就在這個土尼西亞這邊 像我們那個時候去也是迷路啊 也是有迷路到那個三個小時出不來的啊 啊 也有也有 那你不會嚇死啊沙漠不會渴死啊 不會不會我們身上都有帶很 因為我們是用吉普車 所以我們車上其實都有足夠的水 那其實這種事情我們也不是第一天遇到啦 所以我們真的都有準備像野藻啊 或者是一些水分的東西 會迷路好可怕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歡迎回來理財生活通 我是夏韻芬 在我旁邊的就是我們 土尼西亞非常資深的導遊啊 徐楓瑤啊 我們要跟楓瑤來聊聊 因為待會他還會帶我們說去什麼伊拉克利比亞 反正就是啊 去到沒地方去玩的時候呢 他就會想要帶你去玩啊 不過我們剛講過有蜜月團 然後有這個大家很愛去玩的 還有誰去啊 還有五月天去耶 五月天有去 有啊 五月天很早很早就去囉 五月天 五月天那個為愛而生那一集啊 實際上他就是在土尼西亞拍的 他就在土尼西亞拍的 什麼天使啊 那個MV其實就在斯蒂布塞拍的 超多的 所以像我的導遊就是當時帶他們的那個導遊 所以他叫Parsha Parsha實際上就是那個外愛而生那個MV裡面的那個黑道老大 他那個主角所以我每次跟他合作都超有趣他就跟你說 Made Day在這個地方拍了什麼東西 Made Day在那個地方拍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那個時候在找這個景 我找了多久 我才找到一個哎呦 那地方也真的是 蠻厲害的 Tujem那種奇怪的地方 他們也找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那個什麼像那個羅馬競技場 他們給人家包一整天 我看你有拍啊羅馬競技場啊 我看你有拍啊 對啊 所以他們那個那個那個 他們的那個製作團隊 我必須得說太太強大了 你待會留幾張照片給我們聽眾朋友看看好不好 好啊沒有問題啊 我們待會挑幾張我覺得很特別的 因為大家都沒有去過土尼西亞 是好啊沒有問題 但我有朋友的確去過啦 是是相信 然後他就送我一個土尼西亞玫瑰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到那邊的人都要送土尼西亞玫瑰 要不然就送椰棗 實際上他的椰棗叫做Diglet Noor 那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椰棗品種 那他只產在譬如說 土尼西亞跟阿爾及利亞的邊界那個地方 那他的生長季大概在每一年的11月 那他的這個椰棗非常收水收得非常的好 所以呢 他吃起來不會太甜 那這個是他椰棗迷人的地方 Diglet 就是椰棗的意思 Nor 就是那個光的意思 對 所以這個是土尼西亞椰棗 其實在北非非常有名的一個點 那那個所謂的沙漠玫瑰 它實際上是在我們叫做Shot Edurid Shot就是那個鹽湖 那Edurid就是那個 你這個發音是 阿拉伯文 哇好好聽啊 沒有啦 是不是念博士的人都這麼的有深度啊 沒有啦 我們還在努力 還在加油呢 人家老是沒有簽那個推薦函給我 所以我還在努力 你還在努力啊 是啊 去拉一拉他的衣角嘛 有啊 我們藉由書去拉過他的衣角 應該是OK 那他的這個 阿拉伯文不是全世界最難唸的吧 對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那種喉音 或者是氣音 實際上那個我們發不出來 譬如說我們常講那個什麼 Bonjour Bonjour法文 法文 但因為他被法國人殖民過 所以土尼西亞人非常常用 然後呢 Sava Sava 也是法文 百字法文啊 對 Laves Laves就聽不懂 聽不懂 實際上那個 阿拉伯人也聽不懂 對 那因為這個是土尼西亞的土話 對 所以實際上他的語言的那種混雜性 其實是很多的 對 那那個剛剛那個野藻是他在鹽湖底下有 那只有在土尼西亞才得到 那我們也就變成是到土尼西亞就會買回來 因為他真的有些角度很像玫瑰啦 所以我們都會 那他市場不是玫瑰啊 實際上他精準說叫石膏 啊 嗯 對 所以實際上 呃 對 他就是一種我們會說 象徵著堅定不移的愛情 嗯 對 所以每個人回來都摸一顆 我最高紀錄摸過一個40公斤中 啊 哈哈哈 而且他不會凋謝啊 他其實 他是石膏 他還是要有一點噴他的水啦 哦 那他能夠保持在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對對對 否則 像我們家那個已經 十年前已經餵花去啊 哦 十年前當然啦 是 哦 還是有一點時間性的那個壓力在啦 嗯 所以土尼西亞還有什麼名產呢 土尼西亞的辣椒醬其實也是北非有名的 哦 對 他的我們叫做harisa 那實際上 我們在 北非我們常常會吃那個tachi鍋 就是那個couscous 然後couscous 對 所以那些東西都是需要加那個harisa 就是辣椒醬的 嗯 那實際上 土尼西亞的辣椒醬是賣到什麼摩洛哥去啊 哦 阿爾及利亞去 所以我有一次在那個 那個摩洛哥吃飯的時候 那個老闆說 我告訴你我們這harisa是來自於土尼西亞的 然後就心裡一個OS說上個禮拜才在那邊啊 這好像對我沒有很有吸引力 對對對 你傳遞在那裡我都知道 哦 那他吃的上東西算是好吃嗎 我真的必須得跟韻芬姐報告一下 我覺得那個廚師喔 應該都只 北非的廚師就只有在土尼西亞跟那個阿爾及利亞 他被法國人殖民過 所以他的那個食物吃起來 不會像埃及那個很乾啊 很澀很烤 沒有 他其實有那種 土尼西亞混 法國人的料理 哎呦 對 那我在書裡面有講到 那個東西沒有問題 吃起來是好吃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等很久啊 你看法國已經等很久 再加一個土尼西亞那天荒地老 等更久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是啊 哎你帶團然後帶了這麼多次啊 聽說總共去了四十幾次嘛 然後一年還去了九次啊 是啊我都不知道我是台灣人還是土尼西亞人 對啊 你有沒有碰到最扯的事情 最扯的事情 最扯的事情 其實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也算是一種回憶的角色 我有一次遇到 他們的那個工黨領袖發動一個罷工 所以呢全國大罷工 那我的觀光景點怎麼辦 我進不去啊 因為他罷工了 對那所以呢 實際上我們那一次非常好玩 我們那一次變成是全團最美好的回憶是 我們到每個地方都是包場 很因為沒有人嘛 那我們就是每一個點去跟人家拜託說 欸不好意思啊 我們台灣來 我們一萬三千 一萬零三百多公里遠外飛過來的 拜託讓我們看一下 所以我們就沿路上一直拜託 OK 我們全部都看完了 而且幾乎都是包場的狀態 真的你就去拜託啊 真的真的真的 那你憑的是什麼呢 憑的就是我們這張臉 美色 不是 不是因為我們是個亞洲臉啊 所以呢 他們會真的覺得你們真的應該要來 謝謝你們來認識我們 所以他就真的開門給你去 進去 他不像埃及還要付錢 他也不是像那些其他國家 就收費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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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一個人都是不收錢就開門 謝謝你來看我的國家 那硬要挑他們的那個壞處 你剛剛講過動作太慢 是 還有硬要挑什麼就是沙漠會迷路 是 然後其他沒有 其他就是我覺得 其實我已經算是一個土尼西亞人了 所以像譬如說我就很容易去理解他們 為什麼會慢 對那所以我也覺得我在這個中間 我就是個橋樑 我就讓不認識他們的人認識一下 他們為什麼慢 所以慢慢的其實我已經一個很好的一個 互動的狀態 否則我覺得我的工作應該隨時都會想傷吊自殺 媽你到底在幹嘛 我覺得是一種理解了解之後 你能夠認同對不對 如果不理解 你常常就會有那種文化的衝突 會覺得台灣為什麼可以 台灣動作那麼快 你怎麼動作那麼慢 譬如說他們很喜歡拿綠色的頭巾給我戴 我每次看到綠色的頭巾 我也快昏倒 我身為一個堂堂男豬喊 為什麼要戴綠色的頭巾 他們為什麼都戴綠色頭巾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是天堂的顏色 就是有水的地方就是綠色 所以他就覺得我把天堂給你 對啊那我看到綠色我就 然後我就會很 我要不要戴 這真的是蠻好笑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跟大家來這個分享徐楓瑤的新書 怎麼就到了土尼西亞了 我本來叫他博士 他說先不要講 明天三月以後再說 老實說不能太驕傲 不能看我誰 乾淨的書還是要念 好就覺得看你啊 就對於那個嘗試啊知識其實都還蠻豐富的 如果能夠再念博士的話 我想哇這以後還可以加上一些學術的成就 就是要努力 但是回到學術其實他就是一個比較需要專心 需要把自己沉澱下來的地方 因為我也帶過自己的老師去過埃及 然後我在 會剉跌彈了 對我也是一剛開始也是覺得說 沒有那時候我覺得說我終於可以活力展現一下 我在這邊十年的經驗 然後結果我就在車上講一個很冷門的主題叫習安主義 然後下了車之後我覺得說太棒了 我竟然可以講習安主義給自己的老師聽 就下車的時候老師跟我說 楓瑤啊 你那一邊也沒有講到 這一邊也沒有講到 你要再補充一下 你會更棒哦 老師真的不會鼓勵人 老師真的是要求很高 所以我們在他面前我們就是 還是要謙虛 繼續學習啦 那你要去念博士 然後呢你接下來又要去帶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我看你的那個臉書你說你要去挑戰查德利比亞伊拉克 你都喜歡這些奇怪的國家嗎 我前一陣子跟一個在利比亞待38年的一個穆斯林前輩聊天 他在1976年到利比亞的 然後他就在聊天的時候他跟我說 我覺得你跟我的個性很像 你覺得我們這樣的人的工作是為了賺錢嗎 然後我心裡想說應該不是啦 他就說實際上啊 我們應該都是同樣一種人 這種人就是我們看到的世界跟你看到的世界不一樣 對所以我們大概都是很享受在那種 對於未知啊 或者那種奇怪地方的那種探險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是 我是個人是比較有興趣的啦 對那譬如說像伊拉克 伊拉克我覺得 兩河文明實際上是人類最古老的文明 那另外一個點是我對於他那個實業派 他那個實業派有一個那個很傳統的朝聖儀式 那個是要去紀念那個他們的胡森 他的這個死亡的這個傳統 那我就覺得人家都去走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聖亞哥之路啊 在西班牙 那我們就去做一下那個胡森之路好了 對那所以這個是讓我覺得 我覺得我想挑戰一下 所以你喜歡古文明 你喜歡去挑戰這些別人比較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是因為實際上那個東西才會是一個 我覺得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東西的價值啦 可是我怎麼會想到就是說 像伊拉克會不會在槍林彈火之間 對不對 實際上台灣的團體 在這10年當中或這20年當中 其實都有出伊拉克團 甚至也都有出阿富汗團 對那實際上當地的 這不危險嗎 實際上當地的狀況一定是要被評估的 也就是說實際上在出門前 我們一定要評估這個地方行不行 譬如說最近是絕對不可能行的 或者是2023年搞不好都不見得行 對 是不是疫情的關係 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常常講嘛 戰爭 這個疫情讓我們認知到的事情是 人類的戰爭不能夠阻止人類的移動 我們今年還有出伊朗團 你們今年還有出啊 對我們那個蘇蘭曼尼 就是那個伊朗的那個革命衛隊的指揮官 被幹掉之後的三天 我們團體就進伊朗了 人類的戰爭行為不會影響人類的移動了 現在是因為病毒讓人類進行到一個不能移動 或者是說 你那時候應該是比較早 早吧 對 可能今年初吧 1月28號 對嘛 還比較早的時候啊 是 所以實際上 但我們看到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這場病毒就是一個人類跟病毒的戰爭 這就是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 對 所以這種戰爭才會讓人類不能移動 那種區域性的大概已經無法停止人類的遷移或移動 這是我今年的感受啦 對 那 他還去哪裡 利比亞 利比亞跟那個查德 實際上 這個地方都是屬於那個撒哈拉沙漠區 實際上 我還是想再寫一本就是有關撒哈拉的書 實際上撒哈拉這個東西其實很有趣 它是一個一萬年前是海洋的地方 所以它這個地方在八千年七千年 它有很多那種人類的史前壁畫 所以在查德跟利比亞有很多這種貨 因為很久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SWIMING 那個什麼 英倫情人 有啊 那個洞穴裡面有沒有 洞穴裡面 對對對 那個北非在那個 那個利比亞 在阿爾及利亞 在查德 其實有很多那種東西耶 只是我們都不知道 對 不知道 對 所以其實 電影真的是唯美淒美 是啊 我不想要在黑暗當中死去 說什麼都要爬也要爬回來救 他 對對對 所以我對於那部電影跟那一些 史前壁畫非常有興趣 這是讓我想要挑戰利比亞跟查德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你是因為一部電影嗎 對 那部電影真的太有趣了 哇 你是一個浪漫的人嗎 其實也沒有那麼浪漫 我覺得你是一個搞笑的人耶 你臉跟你這樣子連不太起來耶 呃 務實 譬如說進飯店就進飯店 然後然後該拉車車上要講還是得講啊 所以實際上這也是一個我們工作訓練之下 你會有很多的面向 只是有些時候客人會覺得 你有人格很分裂 哈哈哈哈 就是談歷史的時候 或者是 談宗教的時候 就人模人樣的 是是是 該戴墨鏡該偷睡的就偷睡 你們什麼時候會偷睡啊 有啦中午那個吃完飯你們想睡我們也想睡啊 只是我們睡得不能太明顯 哈哈哈哈 是不是你都先把他講到我們都睡著了 然後你再睡 沒有會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經驗多了 我們就要拿起麥克風來 後面一片祥和你就知道也不用多講 哈哈哈哈 講了大概也沒用 他說後面還有雞雞竹竹 我們就講到他們睡著 哈哈哈哈 對我們都是這種功利的 哈哈哈哈 講到大家睡著 我們待會來聊聊 其實你剛剛也講過一個重點 就是說今年當然就出不了國了 然後明年可能都還很困難的 甚至你還剛剛還講到2023 可能大家都要哭成一片了 那在國內 那你做了什麼樣的一個轉變呢 我們很想知道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我們跟徐豐瑤來好好聊一聊 因為是專業的這個領隊導遊 然後呢又很喜歡在國外爬爬罩 可是今年真的出不去 而且到2023年都出不去了 某種程度我覺得你也是很台灣旅遊業 或是很多專業領隊業的一個很微小的一個縮影 他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你們心裡有多苦啊 有多苦 但是你永遠要保持希望 我認真覺得這個是今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認真覺得這個世界是有希望的 因為否則我就去墮落就好了 對那實際上你必須為你的同事拼 你必須為你的家人拼 雖然沒有一個人看好你 但實際上你要拼出一些什麼來 可是你不能出團啊 實際上今年的剛開始我們是 也的確是很低潮啊 的確低潮是也很忙 因為要負責把40團退掉 你自己就有40團 我們公司那個時候有40團 對我們大概也是有快1000個人在 在那個時候我們要處理掉 就是把錢退還給人家 所以我們很忙 所以我們到六月的時候 我們開始做一些國內的旅行 那實際上我們也做一些員工的旅遊 實際上也都在釋放每一個員工的能量 對那種負面的能量 那慢慢的我們開始找了一些 可以去旅行的地方 譬如說那個時候 像我們的一個同事Tracy 他就去爬荷環山 他就發現有一個地方叫松學樓 那後來他就去把它做成一個產品出來 對對對 我很喜歡那裡 是那實際上很多人去到那個地方 你才發現 其實台灣的山不蘇瑞士 對那慢慢的我們有另外一群人 就開始走向花東 那花東的時候 我們就去找一些比較小的故事 然後去挖掘一些地方故事 譬如說我們找到了莫言 因為他非常會唱歌 那再來他其實做了一些環境的議題 什麼環土地與河流 環石頭與河流 然後讓我們在憋西上 一起度過那個美好的 就是那種流水席啊 就真的是在河上吃飯的 那個叫流水席 那實際上我們也看到了一些 原本在部落很努力的一些人 我們藉由跟他合作 找到一些 我們存在的價值 或者是讓他找到更棒的客群 這大概是我們在六月七月做的 那慢慢後來我們就找到了 像是優喜夫啊 就是那個藝術家 在紐約畫地鐵的 那實際上他最近也幫我們畫了一個 那個小熊 就是 It's okay to be angry 就是說 我們要達到一個人跟熊之間 共存的和平的一個社會 所以他也幫我們畫了一個T-shirt 對那我們也在做 很高興認識他 然後我們也來做一些環境環保議題的推動 那我們大概在也就是10月11月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屏東的地摩爾舞團 他原本就是亞維農藝術節 固定要去參展的台灣代表 然後本來就是 就是那個南法那個亞維農 是的 然後他本來就是去愛丁堡參加藝術節的 那這些團體實際上 他之前跟我一樣 他都是在國外的 對 那也是因為疫情把他困住 也把我困住 所以我們也有這個機會 互相認識 那我們也帶著一些台北的朋友 去到三地門去看到他們的舞團 我們的團裡面有雲門的那種 那種退休的員工 他看到他們之後 他只是抱著他們痛哭說 你們辛苦了 這真的很不容易 你們能夠堅持 你們 譬如說他們有一些堅持 他們不離開三地門 他說這是我的土地 只有在這塊土地上 可以給我養分 我才能夠跳得出屬於排灣族的身體 所以實際上 我看到了很多感動的故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也必須要說 不是只有你可憐 很多人都很可憐 所以你要幫著他們 或者讓你自己更努力的 往前多走一步 因為只有走出去 才是有出路的 你在那邊困著 我也知道很多旅行業者 你們也辛苦了 但你們也沒有辦法解決現在的困境 所以你們困在當地 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得走出來 否則你的team沒有未來 聽你這樣講的話 就是說盡量安排台灣的一些旅遊 可是不在於景點而已 而是更有時間的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他們的人文 我們在做的是找故事 找故事 我們在做的是找故事 所以我們在找的是一個 有地方味道的故事 那所以旅行來這邊 不是只強調吃好住好 我們要強調的事情是 在這個故事當中 你看到了什麼 或你發現了什麼 實際上 我在原住民的部落當中 我看到的事情是 其實現在原鄉 我們今年去贊助一個 那個東部的一個國小 去畢業旅行 實際上 我們就是去走到部落裡面 那天也沒事 剛才說來部落大會你來一下 我們就去了 他就說畢業旅行 所以幹嘛 他說我們缺卑工 我們當場就把卑工的全捐了 然後幾個小朋友 五個小朋友 可是我們那個全捐了之後 他們有一個難忘的畢業旅行 看了那個MV之後 很感動的地方是 小朋友就說 再難都沒有比我爬這個山困難 他對於未來 他覺得就是要努力下去就對了 其實小朋友也在鼓勵我們 對啊 就算你們這麼辛苦的情況之下 其實說實在都在找一個出路 找一個活路 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都有家庭要養 可是你們還是願意去贊助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的利益 身上我們也看到了希望 對對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台灣社會很棒的地方 就是互相會看得到 未來的希望在哪裡 可是我們不孤單 我們還是很勇敢再往前走 所以我要鼓勵一下 現在有很多人 其實會從旅遊業或者是導遊業的話 你也是用同樣的方式來鼓勵他們嗎 因為我現在聽說有些大旅行社 他們都把40歲以上的或50歲當然就裁掉了 他現在就大膽用30歲的 為什麼他說5年之後剛好是復甦期 這個時候剛好也就讓他們撐起下一片天了 可是對於那種40幾歲他們焦慮的不得了 實際上現在這個階段在資遣人 實際上也都是在用這個模式 那我必須得說我們白富長旅行社沒有去資遣員工 你們那麼小 我們很小 但是我們 但是這也是一個我們的期許 就是我們顧好我們這十幾個人 不要讓他們有一些問題 我們一起幫忙解決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 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對那這是我們能做 或我們今年應該是OK 我們做好了 那對於其他的旅行同友 我只能說不在他的位置上不能說什麼 我只能說辛苦了 對啦只能說辛苦 不過台灣國內旅遊 當然我覺得我剛在跟楓友在聊 就是說我們到國外去花錢 你就覺得一天花個八千一萬 你覺得OK 你好像覺得那個價格是你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說你在國內 即使有這麼感動的演出 或者是你們去找這麼棒的故事 可是一天要花個八千一萬 大家說貴死了 那是不是我們能夠 需要把這樣的CP值放掉 你才有辦法去真的是 你在你的故鄉 好好去認識一下你的故鄉 而且去支持鼓勵在故鄉努力的人 實際上我覺得台灣的消費者 是那個旅遊的認知 是需要做一些改變的 我們自己其實剛開始回來做的時候 被市場上認為你很不接地氣 花蓮怎麼玩七天 對那我們的認知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到歐洲旅行十五天 你可以在北非玩個十來天 你的故鄉花蓮七天 每個人都嫌太長 對我覺得旅行 旅者對台灣的認知 實際上也是需要 我們試著看看來衝擊看看 可不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火花 或者是可能性出現 這大概是我們2021年小小的目標 好 現在出不去啦 那當然我們也鼓勵大家在國內 不過今天有疫情 真的要提醒大家 稍微留意一下疫情的一個發展 那大家在家還是可以看看書 就算你去不了突尼西亞 你可以在家裡看看 怎麼就到了突尼西亞了 這個很重要啦 要給年輕人一些鼓勵 也把這本書送給大家 今天非常謝謝徐峰瑤 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帶了一些照片好不好 待會也分享給我們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